刚刚这一张图 麻烦请点这一张图 然后请把疫情分期 这个点第一一定要点这张图 然后请把疫情分期 用拖曳的方式拖曳到图里 请问这张图现在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个深蓝色是代表没有疫情 然后那个浅蓝色是代表有疫情 可以了解吗 这样没问题 等一下下午的时候 还要直接加台北市三级 来去说明 因为其实 通常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这一个2021年的进口 会跟前面这10年平均 然后它的差异 其实铁号大概就是在说这一段的差异 可以吗 这一段的差异 这一段跟前面没有疫情的这一个差异 统计检定一定会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数字太大 那个数字太大 我看这样是增加多少的百分点 大概不到10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 因为你只要想差异绝对会过 好 不利疫情的分析怎么感觉 怎么感觉 这是拖吗 对 从要打勾 拖过来 按住它拖过来 按住它 拖 拖翼 好